今天是5月21日,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五 今日教会礼仪的读经是中途大事录第25章13至21节 而《药莫福音》就是《药莫福音》第21章15至19节 今天中途大事录大概是技术保禄受審 新任的总督就要搞清楚这件事 而保禄堅持以罗马公民的身份要求被审讯 这是一个过程 《药莫福音》就是《药莫福音》 耶稣最后一次显现给12个门徒 中间就是耶稣三次地问 《伯多禄,你爱我吗?》 在今天的读经中,我看到有一句说话特别吸引我 就是耶稣对着伯多禄说 他当时跟百多禄说 你为让我的羊群 说了两词,你为让我的羊群 最后就是耶稣再跟百多禄说 《跟随我吧》 这个《跟随我吧》有点吸引我这句说话 因为白多禄已经跟随耶稣 为什么到最后一刻 耶稣说了这么多 又将教会的所谓领导权 托付了白多禄之后 仍然继续跟他说这句 《跟随我吧》这句说话 而在福音中,耶稣说这句说话 不是很多 邀请很多外邦人或罪人跟随他 但对于中途所说的 这句说话 最初就是在《入网福音》 只是在耶稣第一次见到弗尼伯 他们去到耶稣家里的时间 耶稣就叫他们 第二天就是 《跟随我吧》 他是跟弗尼伯说的 所以可能意思是 和安德禄和白多禄说这句说话 《跟随我吧》 但到最后一刻 耶稣要离开他们 离开他们 又再和白多禄说这句说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在默观中 觉得有体会 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耶稣再次 再次加强 即是说 他和我来说 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跟随他 千万不要离开他 跟随他 即时之间有些什么 发生了些什么事 都要跟随他 白多禄发生了些什么 白多禄就是 就是 感到很羞愧 即是 生前耶稣 都这么强 但他在最危急的关头 离开了耶稣 一直跟着耶稣 去到審判的圆庭 都三次去否认耶稣 所以耶稣回望 他一眼就觉得很羞恥 觉得眼泪就出来 即是他有一种羞恥感 是很难 我想他很难面对自己的羞恥感 在中途面前 其他十二个中途 因为他是首领 他是负责管 就是托付了教会 他是中途之手 就是他很难面对 面对其他同伴 就是他很少少背叛了耶稣 就是相对于 就是若望 若望就一直 一直跟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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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十字架 去到凶墓的时候 都是若望 第一个跑去凶墓 这个是不愧耶稣 所以我相信 白德六内心有一条很大的刺 他似乎比较难 所以这就是耶稣 三次要问白德六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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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白德六 重复在我内心那里 三次要回答他 去重新确定 去确认 让他自己确认 耶稣仍然是接纳他的 是通知自己说出 让他自己说出 主你知道我爱你 是 耶稣其实这份心意是很强烈 就是 让白德六 释除自己内心那种 内疚的感觉 好像回复重新那种关系 我想象到 耶稣为什么要说 跟随我爸 跟随我爸就是 第一次耶稣在 加利纳亚 召叫他们的时间 就是这样 跟随我爸 而他们就是 白德六和门徒 有一个最 最开始 最原始的归意 耶稣让他们 回应起这个事实 回应这个情景 让他们觉得 一切都没有变 我对耶稣 到最后 耶稣虽然跟白德六 跟随我爸 不过白德六很快 其实 心情又转移了 他仍然有一些 不太放心 因为在门徒之中 若望中途是最痛惜耶稣 而耶稣也是最痛惜他 所以 他就问耶稣 他怎样 指着若望 他怎样 这里有少少 好笑的 他怎样 这个耶稣的回应 也是好笑的 这个关系你什么 关系你什么 尽管你跟随我爸 再重新说一次 你跟随我爸 意思是 耶稣告诉你 这份爱 对每个人都很独特 他对白德六 这份很忠诚的爱 这份很忠诚的爱 不会改变 你都是维持这份很独特的爱 白德六就是你专心跟随我 其他人 有其他人的选择 有其他人的 主有其他的计划 你不需要去兼顾其他人 做回你自己的事 跟随我爸 这里也很有意思 我们有时都会 都会很 都会 照顾了不关自己的事 擔心其他的事 在这里 耶稣邀请我们 回到自己的事 你尽管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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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管跟随我 我就能够 好 这里 如何对照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 都好像百多六 任何人都有做错事 我们做错事 可能有做错少的事情 大的事情都有 或者是 违反十戒 背叛 香港团体 做了背叛其他的事 做了些 无法挽救的事 也好 内心有一份 很大的 愧疚的感觉 这里是 这里我们最困难 就是自己很难 宽恕自己 自己放不过自己 因为这份错 这份自己的错误 造成自己有一份很大的修策 百多六正正反映这个 这样的 境况 耶稣三次 去跟百多六说 他 叫他 我仍然是 表示我爱你 也表示你跟随我 其实就是 要 要 要让百多六 脱了自己 内疚这条刺 让他 能够宽恕自己 能够宽恕自己的人 才能够宽恕其他人 所以这个宽恕也是最大的课题 刚刚这两天的 梵蒂岡的讯息 看到也是 5月19日 因为宗教教谈委员会 有些会议 我留意到 有些报道的讯息 都是在耶路撒冷 就是 拉丁礼的宗主教 那个位置叫做 皮扎巴拉 他也有些回应 这个宗教交谈 这个 谈道宽恕 交谈 这种关系 这十天八天 就是在中东 在以色列的地方 打仗 大家互相炸弹 所以很多平民受害 世界目光都放张中东 所以大家看到的图片 就是炸弹炸弹 很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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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无辜地受害 这里就看到 其实宽恕是多么困难 你知道看到 一个巴勒斯坦 父亲的一张图片 抱着他死去的一个孩子 那种痛哭 就是 妻离子散 就是 退缓拜瓦的景象 你就看到 要宽恕敌人 是多么困难 所以这位主教也提出 其实 中东地区 现在是宽恕的时刻 不过 都需要一些条件 就是要有些实际的行动 要追究 要有些责任 大家都要承担一些责任 有时都不是 一些空谈的事情 这里今天福音邀请 耶稣 这样宽恕百多禄 就是叫他自己 首先宽恕自己 这份宽恕的最基本 本质 就是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耶稣愿意 愿意继续这份邀请 跟随我爸 是这份的爱 和邀请 让我们有这份宽恕的能力 从宽恕自己开始 可以走后宽恕其他人 好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有大家